各位媒體朋友好 我們今天要宣布一位 境外移入的個案 它是案485 是年紀十多歲的 國籍少年 那長期居住在美國 那今年8月5號獨自返臺探親 那到目前為止 它其實都沒有症狀 不過8月15號 地方衛生單位 採檢 那今天確診 所以目前是收置在 這個住院隔離當中 那有一個案在航行的途中 有適當的防護 它有戴口罩 護目鏡 跟手套等 所以我們在 而且它反骨都沒有症狀 所以我們並沒有匡列任何的一個 接觸者 那目前而言 就是針對 針對這一案 我們也會跟地方 衛生單位了解 為什麼他 會再做這個採檢的原因是什麼 那再來 再跟各位報告 就是案 就是 馬來西亞 去這個 就是馬來西亞確診的這位個案 報告一下後續的進度 那我們後來昨天有跟這一位的 我們的衛生單位的人有跟這位 馬來西亞的個案本人有做聯繫上 那透過這個 這個 通聯的軟體有聯繫上 那他表示就是他的 太太 在這個跟我們的所做的 這些疫調的活動都完全沒有什麼錯誤 那他在 出境前 8月2號出境前 前一個月 每天都 待在家裡 只有出門購買餐點 出門都有佩戴口罩 也沒有跟朋友有接觸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就是有匡列的他 五個 這個 親密接觸者 就是有五位 除了 他的太太 就是檢驗陰性之外 就是他的核酸檢驗跟抗體都陰性 另外四位 的接觸者 也都完成採檢 我們現在正在檢驗當中 那另外我們也聯繫到 馬來西亞這邊 詢問他 就是個案第二次的PCR的 這個檢驗的CT值是多少 他們回覆是 37.93 就是 是屬於比較高的一個範圍 那這個 這個部分就 先報告到這邊 那大家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